在抽籤以后就是第一个他人就是要出现一定要拿7分 7分就是要赢两场跟打平一场 就是第一场赛事是要跟辽国跟中和台北 所以这两场赛事我一定要拿6分 然后最后两场赛事跟巴勒斯坦斯坦跟印度利西亚的赛事 我觉得我拿1分就可以出现那就是我的planning 所以第一第二场赛事都踢得很aggressive 要多进球尤其是中和台北的那一场 我知道台北省闻员走得很好 第一场赛事跟巴勒斯坦比 我记得是38次打门 巴勒斯坦38次打门都守住了 0比0 我就是跟我的球类说 一定要尽快进球 不能让台湾觉得他们有机会去防守 很开心 因为10分钟跟台湾的赛事 10分钟已经2比0了 30分钟都已经4比0 然后往后跟巴勒斯坦1比1都都已经reach了我的target 然后最后一场赛事是时候是要让其他的球员去做宪法 就是我说也做了一个轮换就是给他们多一些下场的机会 就是虽然我们输了一项赛事 但是我觉得没问题 因为他们都已经学了很多 因为我父亲1958年 帮跟中华民国赢了亚运金牌 所以我也把金牌带到印尼 收给他们看我父亲刚刚60年前赢了金牌 我很高兴60年后我做了香港队的主教练 再来亚运T6足球比赛 你们也可以好像我父亲一样 赢了金牌 跟台湾不同 香港是如果球员在俱乐部踢球赚的钱 一定是比香港队多 一定是的 平常做法都是在比赛之前 教练跟球员说 哇我们今天赢了的话有200020003000奖金 那如果我说你们今天赢了的话 你们有50块奖金 那球员有什么反应 我因为只有50块钱就踢的不好吗 所以比赛之前都不跟他们说你们有几钱奖金 我就不想看到的就是 他们因为今天哇有很多奖金 我踢的很用力 啊今天没有奖金 我就踢的不那么用力了 你做运动员不是因为这样子的 是不是因为你要赚很多很多钱 因为是你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想把那个兴趣发为一个职业 你要先付出100%可能120% 然后当我们看到你有付出的话 你就拿到你的 那就是一个财务的财务 你们踢香港队的目的就是要贡献给香港 香港给了你很多东西 把你栽培成一个季业的球员 踢香港队的时候 就是你们repay我们地方的时候 所以你们踢球的时候一定要给很厉害 给100%因为你是代表你的出生的香港 然后因为香港也有很多好像这是好像巴西啊 非洲的球员 欧洲的球员 来到香港七年成为了香港 现在还有日本的球员也 中圈也拿了passport 去代表香港 中圈也知道的也说 他知道香港奉献 贡献了很多给他成为一个 一个足球员 所以他想拿到香港的passport 我们香港的足球员 都要有这个想法 可能去在香港的 你的组织 你的可能踢截志 可能踢东方 可能你赢球 得到这个球迷的support 得到了薪水 但是你踢香港队 甚至老师说香港队没有给你一些什么薪水 但是你有一个给你的归宿感 就是你要贡献你的地方 我们这9岁到12岁的球员 现在我们香港 就是一个叫做 Golden Age 的development program 就是王金 王金 时代的球员 那他们就是9岁到12岁的球员 去念 去学那个basic skills 就是最王金的时间 18岁啊 在学那个技术都已经太晚了 都是香港现在都已经 在这方面 比较做得多一点 我们希望可能 这里找到多一些比较technical的球员 好像温志豪啊 那些球员 都真是 在香港找不到的球员 左脚右脚都可以 可以替脚球 很technical 希望有下一个球员 香港下一个年轻球员 可以折扰 好像贴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台湾的运动的文化 比香港好很多 在台湾很多都是 不是职业足球员 但是他们好像都 每天都是训练的 所以我觉得 运动的ability 都比香港好 虽然很多他们都是 amateur的 但是可能 因为每天都在训练 每天都在训练 就是他们都已经有 一个运动员的ability 但是没有一个 做运动员的机会 但是香港如果是 amateur的话 都是每天 每个星期可能一天训练 一天比赛 我觉得 这是一个 culture的分别 虽然不是 professional 但是都有 professional的心态 你看刚刚的奥运会 台湾拿的金牌跟奖牌的总数 都比香港多 但是老师说 我知道 政府给运动员的赞助 香港可能比台湾还多 虽然如此 但是很多台湾的 amateur的运动员 还在每一天 每一天 一个星期五天在训练 就是这给我一个 很surprise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如果香港没有 那些 那些从巴西 澳洲 非洲 欧洲来的球员 可能在国家队比赛 可能台湾都已经赢得我们了 就是我们的 地球员的运动员的球员 要多加把劲 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有 potential 球员都其实很有 potential 我觉得 就是等待可能有一天 可能台湾有一个职业的联赛 或是台湾很多很多球员 都出过比赛的话 那时候台湾的排名 那些都一定会一直增高 我的实力已经比香港还强 我其实觉得台湾 也有很多球员是很有实力的 真的很有实力的 香港的联赛 已经在陈伯良来香港踢球以后 都没有台湾球员来过香港 都已经大概有五年到七年没有来过 但是我觉得台湾球员 是很值得击击的 所以我在去做元朗队的主将练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看一看 有没有台湾球员 我可以把他带过来香港 我自己觉得 如果香港的足球要进步的话 我们旁边的轮过的球员 也要一起进步 所以我想给台湾球员一些机会 来到香港去踢球 可能第一个球员来到香港 然后他踢得好的话 香港的球队觉得 台湾球员有实力的话 更多的台湾球员 可以来到香港 去比较高的 level的比赛的话 可以帮助台湾的足球 更进一步 那台湾足球更进一步的话 香港也要加用力了 也要用力的话 香港才可以进步 这是我的想法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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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